诗篇第四十六篇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外邦宣郎 列国动摇 神发生 地便融化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希腊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座位 看他死地怎样荒凉 他只吸刀兵直到地极 他折弓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遵从 在遍地上也被遵从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第四十七篇 万民啊 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慎的声音向神呼喊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谓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他叫万民扶在我们以下 又叫列邦扶在我们脚下 他为我们选择产业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希腊 神上身 由喊声相送 耶和华上身 由脚声相送 你们要向神歌颂 歌颂 向我们王歌颂 歌颂 因为神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神做王治理万国 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列邦的君王聚集 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 因为世界的盾牌 是属神的 他为至高 诗篇第四十八篇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 该受大赞美 西安山 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神在其宫中 自显为避难所 看啊 众王会合 一同经过 他们建了这城 就惊奇上胆 急忙逃跑 他们在那里 被战精疼痛抓住 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 神啊 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 我们在万君之耶和华的城中 就是我们神的城中 所看见的 正如我们所听见的 神必建立这城 直到永远 西拉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神啊 你受的赞美 正与你的名相称 直到地极 你的右手满了公义 因你的判断 西安山应当欢喜 犹大的诚意 应当快乐 你们当周游西安 视为悬绕 数点城楼 细看他的外锅 查看他的宫殿 为要传说到后代 因为这神永永远远 为我们的神 他必做我们引路的 直到死时 诗篇第四十九篇 万民啊 你们都当听这话 世上一切的居民 无论上流下流 富足贫穷 都当留心听 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 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 我要彻耳听比喻 用情解谜语 在患烂的日子 奸恶随我脚跟 四面环绕我 我何必惧怕 那些依藏财货 自夸钱财多的人 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将赎架给神 叫他长远活着 不见朽坏 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 只可永远罢休 他必见智慧人使 又见鱼丸人和序类人 一同灭亡 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 他们心里思想 他们的家世必永存 住宅必留到万代 他们以自己的名 称自己的弟 但人居尊贵中 不能长久 如同死亡的序类一样 他们行的这道 本为自己的愚昧 但他们以后的人 还佩服他们的话语 希腊 他们如同羊群 派定下阴间 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 到了早晨 正值人必管辖他们 他们的美容 必被阴间所灭 以致无处可存 只是神 必救赎我的灵魂 脱离阴间的权柄 因他必收纳我 希腊 见人发财 家世真荣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去 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 他活着的时候 虽然自夸为有福 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 永不见光 人在尊贵中 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序类一样 诗篇第五诗篇 大能者神耶和华 已经发言招呼天下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从全美的西安中 神已经发光了 我们的神要来 绝不闭口 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 有暴风在他视为大瓜 他招呼上天下地 为要审判他的名 说 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用祭物 与我立约的人 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 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 希腊 我的名啊 你们当听我的话 以色列啊 我要劝诫你 我是神 是你的神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繁迹藏在我面前 我不从你家中娶公牛 也不从你眷内娶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身序也是我的 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 我若是饥饿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继献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但神对恶人说 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 口中提到我的约呢 其实你恨恶管教 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 你见了盗贼 就乐意与他同伙 又与行奸淫的人 一同有分 你口任说恶言 你舌编造诡诈 你做着诽谤你的兄弟 惨匪你亲母的儿子 你行了这些事 我还闭口不言 你想我恰和你一样 其实我要责备你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你们忘记神的 要思想这事 免得我把你们失碎 无人搭救 凡以感谢献上为继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真言第十章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 不义之才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 恶人所欲的 他必推开 手懒的要受贫穷 手勤的却要富足 夏天聚恋的是智慧之子 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休之子 福指临到义人的头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义人的纪念被称赞 恶人的名字必朽烂 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 口里余望的必至倾倒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必至败路 一眼传神的使人忧患 口里余望的必至倾倒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 无知人背上受刑障 智慧人积存知识 愚望人的口素质败坏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诚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义人的勤劳至生 恶人的尽相至死 谨守训惠的乃在生命的道上 为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 口出缠棒的是欲望的人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 是有智慧 义人的舌 乃似高银 恶人的心 所知无己 义人的口教养多人 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愚望人以行恶为戏耍 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 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暴风一过 恶人归于无有 义人的根基 却是永久 懒惰人 叫拆他的人 如醋倒崖 如烟熏木 敬畏耶和华 使人日子加多 但恶人的年岁 必被减少 义人的盼望 必得喜乐 恶人的指望 必至灭目 耶和华的道 是正值人的保障 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义人永不挪移 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义人的口滋生智慧 乖谬的蛇必被割断 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 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是人嘴能令人喜悦 有很多的 外交 هو 全部 是旋转潜 irt 人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